这个嚣张的男人在警局大放狠话 这个警察也是人狠话不多 一拳砸开柜子 就在刚刚 这个男人面对警察临检大闹检查站 就算被英文上的警察们控制住 他的霸气依然侧漏 45码的大脚一脚踹碎了大灯 面对这个桀骜难选的男人 警察只能立即呼叫支援 在局势即将失控时 一道强光射在男人脸上 一个举着手电筒的男人缓缓走来 男人不由分说就给了男人两个耳光 他是警局的副局长名叫纳雅 也是整个警局的精神支柱 他让警员们把他们押回警局进行调查 在这个邦 每个公民只允许携带一公升的酒水 可这男人车上带了整整异箱 加上男人刚才的袭警行为 这些罪名已经足够把男人送进牢房 只是男人还是显得毫不在乎 接着所有酒瓶被打上了风浪 可在警员们做材料时 发现男人的身份好像不一般 通讯录上不仅有他们局长的号码 甚至还出现了部长的名字 纳雅马上联系上局长 从他口中得知了男人名叫丧彪 他不仅是一名退伍军人 还是前部长的公子 局长劝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过纳雅坚持要秉公之法 局长无奈只能让他先好好招待一下丧彪 于是纳雅把他请进了办公室休息 没想到丧彪给点阳光就灿烂 听到纳雅已经清楚他身份的情况下还要拘留他 立马怒不可遏的威胁纳雅马上放了他 只是没想到纳雅这是比狠人更多一点的狼人 直接把他嚣张的气眼镇压了下去 松掉的丧彪半径可怜 希望纳雅能给他一杯回魂酒 看在局长的面子上 纳雅开封了一瓶扣鸦的酒水 让女警给他倒了一杯 但他不知道这其实是丧彪的计谋 他要利用这段视频让纳雅身败名列 他本是一个被警察身份限制的极端分子 可如今却有人不知死活地陷害他 让他摆脱束缚了他半生的警察之福 他此刻毫无忌惮地大开杀戒 失血的气势让这些小卡拉米心惊满战 歹头大都不知死活地冲向了男人 好在警局局长及时待日制止了他的暴情 否则这个男人必然血剑当场 就在不久前 被保释出来的丧彪决定报复纳雅 他把手上的视频发送到媒体曝光 纳雅私自拆封背口的酒水 在舆论的压力下 局长只能让女警和纳雅先停止处理 丧彪带着一众手下来到警局门口想嘲讽纳雅 但他不知道这完全是做死的行为 纳雅及时出手阻止了想为他出气的村民 而在场的村民们都愤怒难耐 想要当场把丧彪撕碎 要不是纳雅出手拦住了愤怒的村民 丧彪根本不可能活着离开 而丧彪在保释期间被严令不能出这个村子 自然是对他各种刁难 在中间人的周旋下 丧彪本来已经答应把视频删掉 大实话小 两人握手言和 只是丧彪父亲从中挑拨 认为他的儿子不能向个小警员低头 于是丧彪当场反悔不肯删除视频 局长亲自带着纳雅想向处长求情 但纳雅却把一切罪名承担了下来 只要求受他牵连的女警能恢复职位 然而丧彪父亲并不准备就此罢首 他亲自找到处长 要求部长调查纳雅妻子走私一事 原来在当地 部落之间的任何物品是不允许私自贩卖的 而纳雅妻子为了救济生活困难的村民 经常跟他们购买蜂蜜 不料这是现在成为了纳雅的把柄 收到消息后 警局暗自通知纳雅带妻子回娘家避避风头 当丧彪父亲派出的打神门来到纳雅家中时 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刚送完妻子回家的纳雅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警告他跟丧彪低头认错 否则就不会放过他的妻子 而他根本不知道他是惹怒了多么可怕的存在 彻底被激怒的纳雅直接杀到了他们的大本营 要不是局长及时待人赶到 这里将会变成一场炼狱 得知妻子无恙后纳雅才肯罢手 然而妻子的下落已经被丧彪父亲打听了出来 这个做死的男人再次向处长施压 要求一定要将妻子逮捕 而他根本不知道纳雅的恐怖来历 这是一块被遗忘的土地 三个女孩被一群暴徒绑架 村民看着孩子们在面前却无能为力 直到这个男人的到来 让他们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在女孩眼中 他就是上天派来拯救他们的天使 对这个重新赋予村民希望的男人 他们将他示弱神明 然而今天这个男人的妻子为了救济村民 被冠上走私的罪名遭到了警察的逮捕 暴走的纳雅此时彻底丧失了理智 他挟持住丧彪的父亲 让丧彪马上回来解决恩怨 这丧彪也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他提出或不及家人 是男人就用单挑来解决恩怨 而且无论胜负他都会让父亲撤销对他妻子的控诉 两人当下就约好了地点 然而就在纳雅离开后 丧彪父亲却让手下找机会偷袭纳雅 确保儿子能获得最终胜利 另一边的纳雅到达约定地点后 二话不说把摩托车扔了过去 直接开干 双方你来我往 打得难分难解 然而纳雅最终还是被丧彪父亲派出的手下 找到了寻刺机会 此时被刺伤的纳雅根本没有反胖之力 丧彪几记毫无花哨的重拳打在了他身上 纳雅整个人被打黑撞在树上倒地不起 被村民视若神明的纳雅陷入云迷 这个大胡子不相信他们的神会就此倒下 他抽出砍刀把纳雅头上的椰子刺穿 四则乳白的汁水淋在纳雅脸上 然而就在纳雅想把丧彪就递正法时 丧彪妻子冲了出来恳求她放过丈夫 当纳雅看清楚女人的脸庞后 她整个人愣住了 原来女人正是她当初救下的女孩 她曾经答应过她 她会永远成为她的守护者 最终纳雅遵守了她对女人的承诺放了丧彪一马 丧彪现在才明白纳雅就是妻子口中一直提到的恩人 故事最后 丧彪在法官那里主动承认是自己在诬陷纳雅 纳雅也跟处长称跟丧彪只是一场误会 这两个性格同样暴躁但同样都有担当的男人握手言和 最后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下期见